手套股5月6月份出现持续下跌 下半年还有机会翻身吗 支撑位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说手套行业很难回到过去了呢 因为经过这波疫情 大量的竞争对手进入到这个行业 不光是马来西亚本国家有很多竞争对手 还有来自泰国、中国、印尼等等国家的竞争对手 泰国豪言要成为手套出口第一 已经让手套行业严重饱和和过剩了 已经不是之前的手套行业了 4月出口萎缩35%手套股前路仍崎岖 有手套股的该怎么办呢 点个订阅我来揭晓 在交出令人失望的4月份出口数据之后 手套股前路崎岖的展望仍未有任何改变 新业投行研究最新的分析报告指 在连续两个月出口半月增长之后 4月份我国手套出口萎缩了35% 同一时间中国的手套出口也是按月降低了17% 显示市场需求依然薄弱 需求前景并未明朗 我们如今只能预测 今年全球手套需求将再降5% 去年降低19% 分析员也指出 顾客端依然有着大量存货 所以目前的库存采购周期为一个月 而非疫情前的三个月 让手套生产商一直借不到大笔订单 我们认为顾客会继续对价格敏感 直到今年尾多余库存耗尽为止 涨价不积极 目前我国首套厂商的平均售价 稳定在每千至20至21美元 分析员特别指出 厂家立场坚定的 试图将成本转嫁于客户 是一项正面的发展 但考虑当前事况 涨价并不积极 积极竞争的中国厂商 似乎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 马中手套生产商的平均售价价差 已经从之前的5美元 缩小至3美元 此外 针对我国各大手套厂商 开始关闭老旧厂房的举措 新业投行研究也给予正面评价 称每关闭一条产线 可谓厂商每个月 节省100万至300万令吉 总的来说 分析员认为 手套股要在明年才有机会看到曙光 继续给出此领域中和评级 看完报道之后 我们来从技术分析角度来解释 七月手套有没有行情 下半年的走势推演 截止到上半年 我们看手套股 在年线上还是收一个阴线 但是跟去年资计价来比的话 是没有创新低的 我们也看一下半年线这边 半年线这边就没有实现 因为前边是三根阴线 两根阳线 三根阴线 一根阳线 那么在上半年不幸的是 收了一根阴线 那么接下来呢 继续震荡往下的概率就增加了 未来我们先要看 是否能够突破 第三根阴线的一半 也就是在2008附近 现在是1654 从资金角度来看呢 也是有萎缩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季度线 季度线上呢 就有出现两个季度的向上 一个季度的向下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 这根阳线的一半是否被跌破 阳线一半的位置呢 是1617点 现在目前是1654 所以说7月份 我们要看1617点 这个位置是否能支撑住 在月线里的规则呢 就有点意思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重复 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边看成是一组 然后把这边看成是一组 这样分完了之后 你就会比较清楚 接下来该怎么走了 然后我们换一种颜色 再画一个图 接下来该怎么走 我们可以实际上参考 这个框里面的内容 对吧 然后你看 我们再给你解释一下 一个阳线 第二个是个阴线 阴线比较小 甚至连阳竹三分之一都没有跌破 那么后边它就又出现了一根阳线 然后紧接着这个阳线 看后边这个阴线 它的下跌的 跌破了阳线的中间一半 甚至都到了阳线的开盘架了 后边它又给你跌了一根阴线 然后接下来 这个位置 阴线下跌 同样也没有跌破阳竹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 后边又起了一根阳线 然后 到6月30号 6月份这个蜡烛就收的有点大 甚至比这边都要惨 因为它不但 是跌破了前边阳竹的开盘架 连最低架都跌破了 而且它在开盘的时候 实际上是低开的 那之前你看实际上 每次走完阳线之后 它要不然高开 要不然平开 从来没有低开过 6月份走的不太好 就是低开低走 这是一个倾盆大雨 所以说就不是那么的乐观 然后我们可以画这么一个线 实际上有一点跌破了对吧 好 接下来 那意思就是说 7月份在收一根阴线的概念 还是非常高的 那到底会不会收阴线 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周线这边 周线里边呢 我们有画过一个上升通道 我们画上 它已经跌破了 而且在上上一周就跌破了 跌破之后 如果本周没有修复 说明已经市场已经是非常弱势的 对吧 然后如果说 接下来7月份第一周 还是没有止跌的话 那么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止跌呢 也就是从上涨的末尾 到第一根阴线 这是1 2 3 4 5 6 是吧 然后基本上会有至少三个礼拜 我们说到8阴或9阴之后 才可能会结束 如果说很弱的话 也可能会到10阴 对吧 如果说到9阴或10阴的话 基本上7月份就算过去了 7月份就收阴线的概念 就会比较大了 接下来这一波下跌 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们看周线里边 什么时候收阳线 或者说什么时候 蜡烛不创新低 它才可能会结束 具体到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呢 看日线 日线图这一面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单边式的下跌 对吧 已经接近到前期这个平台附近了 我们可以把前边三次到达的位置 这个线的位置呢 可以看成是接下来的一个支撑位 那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在1604点 现在是1654 还有50个点啊 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讲 基本上一周就会到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那前面我们也画了一个图是吧 从周线上来看 我们说 它有出现牛头 也就是 在起初刚开始第一波的时候 这三根蜡烛 这就是一个牛式的结构 一个牛头的结构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你发现 它接下来这个时间是吧 后边的回撤 都没有跌破这个牛头 第三根羊烛的收盘架 第二次也是到这个位置就前了 所以这次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的点位呢 是1594附近 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是吧 大概是到8或9的音 9音之后有可能是吧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来讲 至少还有一到两根音线 才可能到这个位置 这个1694附近这个支撑 也就是前面两次到达的支撑 如果说没有破掉 那就还有希望再起一起 如果说不幸的是把这个给跌破了 也就是整个牛式的结构就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说未来我们在关键位 也就是到达这条线的时候 到达1594附近这个位置的时候 没有破掉 那未来呢 未来你还是可以知道的是吧 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个轮廓图去画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轮廓图 未来的目标位呢 就是在2046 这是下半年可能走的一个情况 是吧 那有人说跌破了呢 跌破了那就 看哪呢 看这个最低点 也就是牛头的第一根阳线的开盘架不能破 他就还有希望 跌破了那就重新说了 是吧 那就到哪了 前期低点 前期低点是1160 就可能到达这种位置了 好吧 这是对于 接下来 7月份 以及下半年 手套股的一个推演 具体到呢 我们在关键时刻 还会给大家去做分析 如果说你不希望错过的话 现在就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你就会收听到 所有关于手套股的分析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朋友呢 就点赞分享给身边 有座手套的这些投资者朋友们 好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